把这个范例加上资料库 资料库怎么加 当然就是说你要思考 我需要什么 在开档之前 可以先把那个什么 在上面先建一个什么 所以我就把那个之前的 insert into这个范例 拿来 拿来加到哪里呢 就前面的五行 这五行里面包含就是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建立资料库 如果我把一样把它放里面好了 再来就建立资料表 资料表名称的话 也许我就不要叫那个table02 也许叫member吧 也许叫member member01好了 然后栏位名称的话 如果我不知道说要放哪一种 干脆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栏就A栏 第二栏就B栏 ABCDE最简单 如果你懒得去想说 到底栏位名称叫什么 对啦 不过刚开始练习 不过以色列里面就是ABC栏 我有时候是偷栏 你再去对照一下 倒也是还好 因为反正你将来一定会有个对照的表 然后要不然你就是给他那个名称 名称用编号 姓名 生日 学行 手机 用中文也没有关系 或者是说你如果像早期中文有关系的时候 因为很多资料不支援中文 那以前怎么办 还要再把它翻成英文 好啊 一样嘛 你就把它每个翻 不过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练习 还是先取一个便利 慢慢你熟了之后 再去做修改 也可以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刚开始先取 不用太复杂 再来的话呢 栏位形态 如果你栏位形态什么都不想管的话 你就直接用test 最简单 OK 不过如果你是数字 你用integer 如果有小数点用double OK 那如果是日期时间的话 用daytime daytime OK 不过如果你暂时先不想管 反正呢 你的想法是 我先可以丢进去 为前提的话 那你就全部都怎么样 把它变成test 最简单 我们先用简单的 可能有个member1吧 下一阶段在member2吧 再下一阶段member3 也许因为我的习惯也这样 我先确定可以写进去了 然后我再慢慢改 否则的话呢 你一下改得太复杂 你都还不确定说 结果码 太复杂 错了 你也不知道哪边错 OK 你可以先从简单的 先确定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A B 然后test 然后再来就 总共有五个栏位嘛 所以我就是A B C D E 全部都test 这样最简单 保证不会错 而且结构非常清楚 OK 然后呢 先用什么 所有都用test 看懂意思吧 待会也许 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 integer 然后还有什么呢 它里面如果说有 血型也是test 然后可能会生日吧 生日就date time 所以CH可以把它改成叫date D A T T I Date time Date time就可以 OK 好 那我们先用test 最简单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exque 所以这个时候会建一个member 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 那个table了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要怎么样 把资料写进去 要怎么样可以写进去呢 所以第一个 insert into 那insert into一样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那个 这个 sicle line 01这个练习 那以前我们是 逐个逐个写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干脆拿这边 for回圈下面 for这两行不要 然后这边把它ctrl c好了 ctrl c之后贴过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记得哦 这个insert into 这边先把它back回去 insert into呢 我们第一个栏位是 什么呢 就是 这个自动产生第一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就是输入的 不过我现在应该什么 读取 所以一边读取 应该什么 一边读取 一边写入 所以记得哦 跟着一样 应该把这个 这五行应该是 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边读取 一边写入的位置 所以这个有点 相对困难一点点 应该是写在哪里 写在这个 方圍圈里面 这个方圍圈里面 要怎么写 首先我先贴到这边来 应该是 把这一样这两行 tab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 这个 这个位置 那一样要组合成的 insert into ok 所以 sicle语言一定是 print insert into 这边改成member member01 所以member01 所以这个把它拿来复制过来好了 insert into 然后栏位名称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呢 就是a栏 然后第二个就是 所以全部都要的话 这个可以不用 所以这个瓜糊可以把它拿掉 后面加一个values values就是你要放什么资料 那我们后面的话 这个x 其实就放个a就可以了 跟着你讲 应该是放 应该是放哪一个 放 放这个 list 这个放 这个放进来 放第一个 再来放第二个 再来放第三个 第二个怎么放 记得 这个结束后面 要加一个豆点 豆点后面的话 再加一个单影 就再放这个 这边又放一个 这个第二栏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豆点 再放什么 第三栏 因为这个前后都要单影 然后把这个 再放到哪里 放到这边后面 这边放 一二 然后再来就三四 因为全部都是文字嘛 再来豆点 再下一个 然后再放下一个 这个 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放三 然后最后一个了 再放四 所以这边的话 再把这个放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四 不过四的话 可能要把它strip拿掉 就是那个换行 所以后面加点strip 这个把它放到这里来 OK 那意思就是说 我每读一笔资料之后 我就insert into到这边来 然后isq上面的这个字串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insert into member01 它values就是它每一个 这个指的是第一个资料 前后要加单影号 加在串在中间 然后第二个 有没有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OK 有看到了 很难吧 刚开始我同学 每次看到这里都快昏了 不过 这里要需要一点经验 真的 以后蛮多地方都会需要这样串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写法太困难 我建议你改成format 我们先弄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这个如果没错的话 然后他就 没读一笔就写一笔进去 没读一笔就写一笔进去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写入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成功 不过 当然如果理论上你不太 不太 确定说你是不是写正确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边先print什么 print the sequel 把那个里面的东西 先print出来看看 对不对 把这个sequel string先print 然后这个execute先不要 先注解掉 不然的话他一写错了 那你不要错哪里 OK 所以通常会先print 不会先把它execut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print先不要 先不要 我们就 来print这个sequel string来看一下 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你看一下 假设他的语法 insert into member01 values有没有一定是刮符 开头刮符结束 里面的话一定 因为我们用文字test 所以前后都要单引号包在中间 也就是说你print出来的东西 结构如果没有错的话 有没有一个然后前后都有单引号 第二个也都有单引号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有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有错 表示你如果现在执行execute的话 他就会按照我们的需求 把什么呢 把这50笔资料 全部丢到member的引力里面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成功 OK 那最后怎么执行呢 一样吧 这边执行一下 这边把它print拿掉 然后把execute取消就恢复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确定要写进去了 好来我们来试试看 会不会写成功 执行 OK 写入成功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有没有写入成功 要不然就是用那个 SQLite Browser 要不然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slate语法 不过slate语法我们还没写 我们刚才用这个来开 开的话一样开那个cursor01 里面有没有member01 有没有ABC 有五个栏位 那browse data一下 看一下里面member01 有没有资料 点一下 50笔资料 全部进来了 对不对 1到50 没错 OK 这样子是成功了 好 可以一个罗布的坑 不过刚刚最难的地方 我是建议你可以 可以改写一下 像这边有没有 因为这样子 你如果怕错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这个 我把它底力直掉 所以以后如果说 我是建议你这种写法 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用format 那因为 等于是 后面要放五个东西 前后都要单引号 所以你可以先把单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大刮户 大刮户 然后逗点 有没有 一样的方法 就是先在这边 反正你就先把这个结构先做好 第一个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因为我们基本上 每个都要是文字 所以前后有单引号 那再来后面用format 点什么 点format 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上面这个 其实就也是跟这上面一样 就把上面这一串 这东西把它放到下面这边来 意思就是说 我把第一个资料 这个直接就放过来 第二个资料放过来 把意思类推 总共有四个 多一个 多一个后面后刮户 那这样的话当然 我们把它 先一样 先不要excue 我先把它print的结果看一下 如果没错的话 那表示OK的 音色音 来执行一下 也就是如果你 怕print失败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 print出来 结果 那第二种写法的好处 就是用format 你会发现 应该会简单很多 OK 所以这边的话 给各位说明一下 试一下 这个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接下来就是把 这个读取member的部分 跟什么呢 跟那个音色音2做结合 OK 那结合的部分 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大概就是把 第一个前面的这五行 其实是直接从音色音2 从第一个范例里面扣过来 只有改一个地方 改什么 改这个member01 后面栏位是A B C D 全部我先用test 因为为了先简单一下 不然的话我怕 弄得太复杂 可能会 不容易了解 那第二个就是说 再把什么 第二个部分就是再把 这个之前的那个 4回圈的下面这几行 一样就把它复制 放哪里呢 放在那个 我们这个4回圈的下面 所以就是一样的位置 然后改的话 可能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干脆你用formas好了 因为我是觉得 刚刚那种串接是可以的 只是说难度实在太高了 我发现很多同学 光看到刚刚那种串接方式 头都晕了 也不过早期我们都是这样串接的 不过串久了那也OK啦 但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formas formas会 比较不容易出错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执行的时候 你先确认一下 先print一下 你不要直接就excue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卡住了 先看一下结果要不OK 是不是50个 没错 50个里面的结构是不是都这样子 对的话再执行 那应该再把这个sql string 丢给那个资料库去run 应该就正确了 试一下